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五晚七点,在大事件中看见大趋势,我是杨绿 在上周资本市场连续下跌的颓势之后,本周内与之相关的政策部署和利好消息便接连传来 先是在22日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商会上,中央释放了稳定资本市场的信号 虽然当天央行公布的LPR并没有下调,让市场的降息预期落空 但是在两天之后的24日,央行发布了在春节前降准的预告 又让市场为之一振 央行行长潘工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宣布 从2月5日开始,央行将下调存款准备准率0.5个百分点 预计会向市场释放1万亿的流动资金 这是在为春节前的季节性流动需求做准备 这次的降准幅度也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最大 去年和前年的四次降准都是各降了0.25个百分点 降准之后,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准率会降到10% 金融机构则会降到7%左右 此外,央行还宣布了一条定向降息的消息 表示从1月25日起 会分别下调再贴线利率和支农之小再贷款利率各0.25个百分点 相当于银行向央行融资 在贷款给社农领域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钱会增多 利好企业发展 与此同时,在24日中午的时候 证监会发布了副主席王建军的一篇采访稿件 引起了股市的波动 采访记者向王建军问道 关于近期股市波动和投资者认为 投资市场重融资轻投资的相关问题时 王建军在回应当中传递出了积极的态度 表示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他还具体讲了三点 包括大力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回报投资者要发挥证券基金机构的作用 和梳理完善基础制度安排等等 此外,对于资本市场出现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 王建军措辞严厉 表示要坚决重拳打击 让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人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这篇稿件发布在当天午间休盘的时候 随后短时间内也引起了广泛的传播 下午开盘后 大金融股板块反响强烈 多股出现了涨停 也带中了A股三大股指出现了深微反转 上证宗旨也再度回到了2800点的上方 除此之外 在24日收盘之后 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院国资委表示 将研究把市值管理 纳入到央企负责人的业绩考核中 也就是让资本市场中 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央企高管的业绩挂钩 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高管们的责任感 这样一来 央企很可能会增强回购 现金分红等举措的力度 投资者也能获得更多的回报 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第二天中字投的央企的股价 就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其中中石油的A股股价 出现了近9年来的首次涨停 中石化的A股和港股股价 也涨超了7% 三大股质也在当天集体抬升 楼市这边也判来了利好消息 还是在1月24日 央行和金街总局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 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的支持 监管鼓励银行对符合标准的房地产企业 以经营性物业为抵押发放贷款 根据通知中的消息 这笔钱不仅可以让房企 用于日常的物业经营费用 更重要的是 在今年年底前 符合资质的优质房企 可以将这笔贷款用于偿还此前欠下的债务 降低他们大规模违约的风险 分析认为 这是监管加大对开发商信贷支持力度的重要一步 房地产板块振奋的在第二天大涨了5.48% 政策落地还需要时间的酝酿 而另一边出现房企的自救还在进行着 今年开年以来 碧桂园便开启了卖卖卖的模式 频繁出售资产 天使计划在上半年 卖出自己位于澳大利亚的项目地块 回笼2.4亿元资金 此外根据1月19日的挂牌信息 碧桂园计划卖出自己位于广州的多项资产 总共的接盘价超过38亿元 这批资产当中包括增城区的凤凰城项目 该项目是一个万亩大盘 规划建设的是湖景别墅和高层洋房 它从2001年开始滚动开发 是碧桂园为数不多的一线城市项目 居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 其中售价最高的是增城区凤凰城酒店 拟定价格为12.6亿元 一边有卖楼的 另一边也有买楼的 1月23日公告显示 腾讯旗下的此公司 以64.2亿元净拍下了一块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综合用地 位置临近北京林月大学等多所高校 它的用地性质属于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 和研发设计 不包含住宅 事实上这块地并非第一次被净拍 4年前紫光集团曾经以66亿元净拍下了这块地 计划开发建设公司的科研中心 但是由于面临债务危机公司无法按时缴费 这块地最终被政府收回了 这次腾讯买地的价格相比4年前下降了2.8% 根据7.06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每平方米的价格是2.25万元 腾讯表示未来将在这块地上建设公司的办公楼 另外根据最近多家市场机构发布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 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上升到了21.8% 比前一年又涨高了5% 另外去年上海甲级写字楼的全年禁锡纳量 仅为3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38% 而过去10年市场的平均水平是72万平方米 这两项数字相差很大 相应的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水平 也降到了10年来的历史新低 仅为7.17每平方米每天 再来看看商业科技的动态 阿里创始人再次介入资本市场 对阿里股价影响之皆 23年的10月马云减持阿里巴巴股票 在阿里云不再拆分和马上市暂缓等多重消息的影响下 阿里的股票大跌 而到了1月份阿里的核心创始人又一次介入资本市场 1月23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 蔡重信家族基金增持了价值1.5亿美元的阿里股票 马云在同期也增持了阿里股票 但未透露具体的金额 受到上述消息的影响 阿里巴巴美股当时一度大涨超过8% 此前东方甄选小作文的事件引发了热议 头部主播粉丝以及上市平台东方甄选的投资者 均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迫使雇主认知主播的价值 1月24日东方甄选发布了2024年上半财年业绩公告 公告称 未来将在壮大流出及持续培养成熟且有远大前途的直播人才团队 此外报告期内东方甄选增收不增利 自营产品营收占比增加 东方甄选所有渠道带货GMV同比增长18.75%至57亿元 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抖音平台 东方甄选的大学教育板块营收表现亮眼 同比增长了23.9% 主要得益于在营销策略方面的提升以及品牌曝光度的增加 董与会直播间重视文化书类类的选品 被出版业视为利好 1月23日 董与会与作家梁小生 蔡崇达以及人民文学的杂志主编施战军进行了一场访谈直播 被人民文学杂志带货 截至次日的早八点 直播给人民文学带来了8.31万份的全年订阅 销售额达到了1798.4万元 不过真正能在直播间成为爆品的图书少之又少 而单一直播间对图书的重视 也难以扭转整体出版行业的销售疲软 本周国际上的一场持续两年半的知识产权纠纷终于迎来了结局 1月24日 OPPO发布声明声 与诺基亚牵手的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涵盖双方在5G以及其他蜂窝通信技术方面的标准必要专利 至此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OPPO与通信巨头诺基亚之间 持续两年半的专利纠纷告一段落 两巨头的纠纷源自于2021年双方专利授权到期之后 被救新的5G专利许可协议谈判达成一致 电视方面 国内电视行业面临持续整顿 1月23日 据广电总局的通报 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广告已经实现全面取消 开机时长从治理前的最多118秒 减少到了不超过35秒 截至2023年底 收费包也压减了50% 提升了消费的透明度 这也将直接影响到电视厂商的营收 并影响内容平台 牌照方等行业上下游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国际流媒体方面 奈飞发布了2023年四季度的财报 用户历史性的激增 盈利好于预期 奈飞当即营收88.3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2.5% 创下了年内最大单季度的营收增幅 奈飞在财报中称 四季度的增长主要是持续推进付费共享 提价 以及内容供给的基础上实现的 此外 这也是2023年 奈飞用户净增长规模最大的一个季度 奈飞全球流媒体付费用户数 在四季度也达到了2.6亿人 再来看看车企的消息 智能驾驶逐步成为 车企在下一阶段的比拼焦点 2023年底 华为在汽车智能驾驶领域掀起了波兰 先步计划组建一个新公司 聚焦汽车智能系统和零部件 而在近日 华为智能驾驶合作伙伴再扩容 1月22日 东风汽车集团旗下品牌蓝图 与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推动智能化技术 大规模商业化落地 蓝图汽车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单元 没有透露双方合作的具体细节 但有消息称 蓝图汽车产品将搭载华为智能驾驶系统 东风汽车集团也还在考虑 入股华为计划成立的智能汽车部件新公司 俄乌冲突的蝴蝶效应 带来了一场在线视频用户与平台的纠纷 近两年前 俄乌冲突爆发一周 一个传言悄然流传网络 印钞赛事授权转播商爱奇艺体育 或将因为俄乌冲突停播印钞 印钞热似球迷 金先生注意到转播时间表里 没有印钞联赛的第28轮的比赛 并再次向客服确认之后 被告知取消转播 金先生将爱奇艺体育起诉至了 北京互联网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 爱奇艺体育运营方 北京心爱体育传媒科技有型公司 退还未播出的印钞赛事 一轮所对应的7.84元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 原告认为爱奇艺体育构成欺诈的诉求 未获得法院的支持 身杰临近这也是检验 疫情之后出境旅游 能否真正恢复的第一个长假 中国与新加坡互免签证的政策 终于落地了 将于2月9日起实行 届时双方使普通护照人员 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停留不超过30日 入境对方国家从事工作 新闻报道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 以及你在对方国家停留超过30日的 需在入境对方国家前 办妥相应的签证 消息出来后 国内主要在线旅游平台 关于新加坡旅游的搜索热度迅速拉升 除了新加坡以外 2023年的11月 在中国对马来西亚实施单方面免签之后 马来西亚也宣布对中国等十国公民实行免签 中国与泰国则将3月1日起 实行永久的互免签证 这也意味着 新马泰旅游免签路线已经打通 再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大选当地时间1月21日 共和党籍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宣布退出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竞选 并表示他将转向支持党内的劲敌 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 德桑蒂斯一度被视为有王 真正取代特朗普的保守派民粹新兴 但他的退选并不令外界感到意外 一周前的美国大选首场初选 爱奥瓦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当中 德桑蒂斯以30个百分点的大幅差距 落败于特朗普 德桑蒂斯的退选也意味着 本届美国大选的共和党提名之争 1月23日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的第二站 新汉布什尔州初选投票当中 一直在共和党阵营当中 遥遥领先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并不意外地赢下了这个温和派选民比例更高的州 但特朗普在新汉布什尔州初选胜服略逊于预期 特朗普相比于其主要党内竞争对手黑利 仅领先了大约10个百分点 少数族一出身 本届大选中共和党阵营唯一参选的女性黑利是称 选战远未结束 过去数月以来 黑利平坚的一波 不希望特朗普获得第三次提名的共和党人的资金支持和关注 在民调当中稳步攀升 并逐渐成为特朗普在党内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和最可能的替代者 好了 这就是本周的周晚起点 以上绝大多数新闻内容 数据和评论 你都可以在财新网的文章里找到 正文下方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链接 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建议 对内容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序里留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在听完之后 能够从迷雾当中 理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头绪 然后先过个轻松愉快的周末再说 保持乐观 咱们下周再见